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 我們要進入這個 泛宇佛典選讀的解析了 好 我們是 108學年上學習 這一次是第一次上課 那這一週呢我們就是 來看《金剛經》裡面 就是新同學去練習晶體跟貴晶語 那舊同學就練習 八娘多多聖母三菩提心英語 註這一季經文的解析了 那關於這個經題呢 就是 有沒有人要放心念一下 來修香同學 好 為什麼會有兩個版本呢 OK OK 好 為什麼會有兩個版本呢 這個經題呢 我也不知道 這個佛經通常會有好幾種經題 在這個 這個 大家有沒有送過《鑰師經》 《鑰師經》在後面流通 它就講這部經應名為什麼什麼 它講了好幾個名字 可以嗎 所以佛經會有好幾個經題 這個是在佛經裡面有的一個現象 這個以前你們有看過嗎 舊的同學學長也有 NAMA這個也有 它是幾壽 三百壽 好 那這個經題怎麼理解呢 就是金剛 直譯就是 金剛 斷 斷 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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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一分鐘就解完了 它 金剛 兩段 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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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菠蘿菠蘿蜜都是音譯 金剛能斷是意義 這是誰的翻譯 如果這樣翻的話 幾多 一鏡 幾多了 一鏡怎麼翻呢 能斷金剛 有多嗎 有多 有多跟沒有多也不一樣 沒有多 你知道嗎這個定業法是 有多跟沒有多的意思一樣 不一樣 不知道 一樣嗎 沒有多是只有 只有 米而已 巴拉米 這有點複雜 反正在 這漢義裡面 就是有兩種方法 或是兩種理解 螺絲翻什麼什麼 就是金剛 波羅波羅蜜 多而已 是嗎 他的能段不見了 是嗎 是嗎 金剛波羅波羅蜜而已 波羅蜜版本 他沒有他嗎 你們覺得是這樣子 是不是 欸你是學中文 是不是 你學過 聲韻學 聲韻 音韻學 OK OK 密的這個 泥音 什麼 泥 泥 泥音 他的那個 古代的那個 古 這個 在 音韻裡面 你聽得懂嗎 摩擬古代的發音 摩擬中文系 他是 meat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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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是入生字 他會有一個 尾音的 beat 是嗎 是嗎 beat 不是中文系 有什麼印象中你是 你是 國樂系 等一下 這邊 順帶談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 這以前有講過嗎 很久以前 哪裡 有印象嗎 有印象 有印象 音樂 這邊沒有 沒有 沒有給錯 有印象 古學那是也有 也有 你把 你 中古音 上古音 之前有 表格的 這個表格不見 上古喔 這邊有 看一下 上古音 上古音 是什麼時代 在漢代 先前 漢之前 是上古音 不應該 看上古音 應該是中古音 魏晶 魏晶南北朝 那時候是中古 還有印象嗎 應該算中古的啦 生母是這個 月母 所以這個 有點複雜 反正他尾音有一個子音的音 他的生母是 嗯 的音 是沒問題 那是韻 韻母 就是 有點複雜 為不還會發 這個符號 你看得懂嗎 這個符號 你會發嗎 反正這邊的重點就是 就是他有一個尾音的音 聽得懂嗎 那佛呢 佛呢 他是著身還是輕身 看一下 這邊 這個牽涉到以前 到底他是略意 還是他其實已經有把音翻出來 還是後面的音弱化而已 這在學術界有一些討論 他的那個上古音 在這邊 佛的中古 我們看中古音 他是佛 但是 他的這個尾音是輕 或是著音 的 的 是著音 怎麼會不會是輕 那上古音 上古音又是著音 他是 的 結尾的 可以嗎 直到唐代 這個 左音 變成輕 是嗎 我忘記 那個 有聲跟無聲的一個差別 其實 這個佛字 他應該就是 佛 佛 佛他上古音是這個 佛 佛 大概是這樣的音 接近這樣的音 佛 佛 佛 對 佛 在南部也是 拜佛 不是拜佛 佛 佛 對 Kick佛 就是你要刻佛像 他是 Kick佛 他後面南部會加一個 比較不恭敬的尾音 叫 佛 佛 就是刻佛像的 聽得懂嗎 也就是 他的範語是佛達 但是我們在翻的時候 其實 他只是尾音弱化而已 那個音節 那個子音都有出來 佛 佛 佛達 是嗎 DDHA 佛達 那他其實就是那個 A的音 跟佛達的音已經非常近了 只是說這個音 他們叫做弱化 就是弱化 就是弱化 很多英文他 有些發音他也會弱化 是嗎 那他也會 那念久他就會 對 勾突變成什麼 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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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那個尾音他會弱化 也就是 他其實並沒有略譯 聽得懂嗎 這個是我們以後再瞭解 這個佛經的翻譯 這音譯詞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非常的貼近 而且很可能是受到中亞的 中亞的這個 就是語言的一個影響 那他其實是 是蠻複雜的 阿含經 阿含經 差很多對不對 他其實蠻近的 如果用閩南的發音是 阿嘎 真的阿嘎 所以他是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 發音阿嘎 真的是念港阿 真的是念港阿 我們普通話是韓 但是 這一個 我們看中古音阿 中古 這個我就不會發 應該是發 一個的音阿 這個你會發嗎 這個符號 不會 我也不太會發 什麼意思 切音 OK 切音去哪裡看 那 運 運 運 切音 想戲 他有什麼什麼切嗎 運 這個 他是什麼 什麼切 這個 這 我 不太會發 沒有 開口 和的音 但是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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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是 這個我也不太會 那如果是上古 我們看一下上古音有沒有 上古音怎麼發 早早都不太會 也是韓耶 你廣東話怎麼發 韓也是韓 但是我們閩南是念港 念港就是韓是念港的意思 可是閩南話韓小九圈的韓是念港 韓小家是念韓 對 它有那一種 在不同的 的一個語詞 它會不同 像那個香 香 香 還有在不同的一個 但是我們相信它是在翻這個 這個音 才會接近阿 對不對 它才會貼近 可以啦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子 它是格的音 明北 明北 也就是閩南的這邊 的發音跟古代的音 基本上還蠻近的 在念唐詩的時候 用閩南的這個 發音也都喊 韻都壓的蠻好的 然後如果是用 這個所謂的國語或是普通話 它有時候韻會跑掉 這簡單跟大家說明而已 簡單跟大家說明而已 就是阿 阿 阿 就用閩南那邊的發音 來 了解 它大概是 當時是這樣發的 才會接近阿 可以啦 所以讓大家了解 就是 在 漢義佛典的這個 音譯詞啊 最後的一個母音 它通常會被弱化 沒有去翻 它只翻到 嗯的音而已 或是佛 它只翻到 那這個波羅蜜多 也可能只翻到 meat 那個 大 它就 可能被弱化了 好 那再來就是 金剛門斷 門斷金剛 這代表兩種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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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種 第二種 它大概可以 歸類為一種 這是 極多的翻譯 對不對 極多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沒有 因為它就是按照 持續翻而已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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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翻成能斷金剛 這就很明顯 它就是這個 此夜 不是 叫什麼 一祖式 夜格 這個 金剛 是樂格 這個 是樂格 是樂格 這個聽不懂的完全 你先把它抄下來 那這一種 假設它就是 金剛 它是能斷的 那這一個呢 它 或者是 羅石 的翻譯它基本上 它是職業式 那什麼叫職業式 什麼 一祖式就是 就是 就是職業式跟一祖式 也就是 職業式就是金剛幾十能段 假設 如果是職業式的理解呢 這個 這個沒有 職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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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 職業式 Dynasty 職業式 基本上 自滅疫是這樣 可以嗎 金剛他就是能斷 是能斷的 他具有能斷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懂意思嗎 這是職業的事 那衣族是什麼概念 業格 也就是能 能切斷 金剛 就金剛是被斷 懂意思嗎 這兩個的意涵大家有分出來不同 一個就是金剛他是能斷的 那一組事業可能就是金剛是被斷的 懂意思嗎 分得出來嗎 定業格式 可以了 那他都是要修飾波羅波羅蜜 如果金剛是能斷的 那他就是波羅波羅蜜像金剛那樣 尖骨能夠斷 點點點 那如果是職業是就是波羅波羅蜜是能夠斷 切斷 像金剛那樣的 東西 的波羅波羅蜜 你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金剛他就有兩種不一樣的意涵 一個 就是 作為波羅波羅蜜的譬如 一個是 被斷的話 他是譬如煩惱 你聽得懂嗎 因為他要被斷 懂意思嗎 大概就是這個晶體 在古代有這兩種不同的一個翻譯 那如果是這個職業式的話 這個簡單的方式 他應用哪一條規則 還記得嗎 他用的是哪一條規則 大家翻到這一個複合詞裡面 是職業式 這個在 限定複合詞 同格限定 Karma Dharaya 職業 職業式 那這個其實是在362條這一條 我們稍微 這個舊同學 362條 什麼意思呢 他是一種表僻域的一種複合詞 是 362 362 第一條碼是要唸線 唸線 唸線 對 對 對 那個 唸線 對 對 那一個 唸線 Purusha Purusha Villagra Villagra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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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Villagra 這個字 就是表僻域擺在後面 聽得懂嗎 就是它有兩個詞 第一個是人 對不對 第二個是老虎 那 如果是表僻域 那兩個名詞 它表僻域會放在後面就是 像老虎 的人 可以嗎 就是像老虎一樣勇猛的人 擺後面就是在複合詞的 後半或後面 他看得懂嗎 然後 化如蜜 Van 就是化 Madu 是蜜 就是 像蜜一樣甜的 化 所以它批語是擺在後面 Pada Padma Pada 是這個主語 對不對 那蓮花表 批語在後面 就是像蓮花一樣的主語 那這個裡面會加一些 像蓮花的什麼樣的主語 特質可愛的 它會依據那個文脈 或是這個批語通常 它要表達什麼樣的概念 會加進去 這邊就加一個可愛的 對不對 或是漂亮或重 還是可愛的 那像老虎是勇猛 批語勇猛 可以嗎 像蓮花是像 像蓮花一樣 可愛 其實 批語這個可愛的 在批語裡面 有帶入這個可愛的 一個概念在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複合詞 是名詞加形容詞 前面是名詞加名詞 但是名詞加形容詞 就是我們這一個情況 能切斷的是形容詞 前面是金剛 對不對 所以作為批語的詞 它就放在前面 比如說 加拉達 是像雲 那這個加拉達 就是像雲 那 是這個 黑 它是黑 是形容詞 所以表批語 它就 變到前面來 那什麼意思 就是 像雲一樣 黑的 那這個 Hima Sishira 那Hima就是 冰 這個 喜馬拉雅山 Hima 就是雪的意思 雪山 Sishira 是這個 冷 像 冰一樣 冷 的 所以它的 符合詞 是 的這個 後面是形容詞 P100 放在前面 所以 這邊 如果是 這個 職業式 那 應該要 怎麼 怎麼樣 來 來翻譯 按照剛剛的文法 P 在前面 對不對 P 在前面 各位 幾近 這個是能斷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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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 如果按照剛剛的那一條規則 應該 怎麼樣來理解 是 能斷的 是 形容詞嗎 不是 是 放在負面嗎 這個 批譯只是放前面 因為它是形容詞 這是 這個是 名詞 名詞 加 性 名詞 這一類 OK 那 表皮擺在前面 這個是 表皮 再看一下 看的 看的到 收起來 這沒有在 還可以再說一下 所以套用這一個 黑如雲 冷如冰 那這個 這樣套 要 來 門斷如金剛 是嗎 如果這樣套的話 應該是這樣 是嗎 是嗎 批譯 如 如什麼 如什麼 你是擺前面 如金剛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嗎 那 因為它是形容詞 它就是後面的 波羅波羅 密多 可以嗎 也就是 能斷如金剛 的 波羅 波羅 密多 可以 整個標題就是這樣 就是 這個 波羅 密多 它 是 能 斷 一切 煩惱的 就像金剛那樣 能夠斷出 它是世間最堅硬的 物質 它能夠破除 一切的 這個法 聽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 批譯 如金剛 是 波羅 波羅 密 如金剛 可以 沒問題 可以 先 先記下來 所以 是 這個 是 金剛 金剛 呢 它是 批譯 多了 不容易 可以啦 是嗎 不同意 可以 很悶喔 換你們來講 那如果是 這個是 池葉式的理解 這是金剛 浴波 那如果是 這一個 一組是 夜格關係 那要 那要看哪一條 夜格 三百五十八的第一個 修相同學 幫我們唸一下 A和B 之間的 隔 關係 可以是任何種類 但是最常用的是 鎖隔 最少 也是 夜格 B 夜格 B 通常是 控制性的形容詞 Bujjayan Rish Sul 希求勝利 Mosam Boryan 希求勝利 Mosam 因享用一年 Boryan 是義務 分數 Bratta 希求勝利 Mosam Boryan Boryan 因享用一年 是義務分數 Bratta 希求勝利 所以他這個就是 A跟B聽得懂嗎 這個 我們的這一個例子 Vajra Chetika 哪一個是A 哪一個是B A A就是前面 可以啦 那B呢 猜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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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就是B 對 AB就是這樣 很簡單 好 A就是B A就是B 那他說B是什麼 通常是動作性的什麼 B 在念一遍 通常 動詞性的形容詞 B 通常 是動詞性的形容詞 那我們這個 Chetika 是嗎 就是了 懂意思啦 因為他是能切斷的嘛 他是切這個動作 而且他是能切斷的 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他這一個複合詞怎麼理解 能切斷金剛 是嗎 是嗎 這什麼呢 波爾波羅蜜多 這個 是誰能切斷 波爾波羅蜜多 可以切斷嗎 這樣 的修飾關係 聽得懂嗎 可 能打 老虎的英雄 誰能打 老虎 那個英雄嘛 對不對 是嗎 能切斷金剛 波羅蜜多 誰能夠切斷金剛 來 秀箱 來 秀箱 歐羅人可以吃到金剛 金剛就是煩惱 金剛就是煩惱 所以這個是從批語裡面 再引申出來的 他這邊沒有告訴我們 他批語煩惱 可以嗎 但是這一前面的十夜市 它是 就是 金剛 霹靂 波羅波密多 這個是明確的 懂我意思嗎 只是說金剛是被切斷的東西 在修行上就是批語煩惱 被智慧斷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煩惱 透過義理才知道金剛是批語煩惱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句話就很簡單 你們以前金剛經都學過了 是嗎 在複習一次又比較清楚 例如 金剛冷斷冷斷金剛 都有上過 那時候你們聽得懂嗎 那時候 上金剛經的時候就聽得懂 但是為什麼還不知道 就是複合詞的關係 懂我意思嗎 就是這種 職業式跟衣祖式的理解 那如果從語文的角度 哪一種理解是比較普遍的 大家知道嗎 這個 是複合詞的 是複合詞的 旋上大師的 這種 能斷金剛是比較普遍 從複合詞的一個 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怎麼知道呢 我們就是如果 以這個cheta作為suffix 這個可以去驗證 所謂suffix 也就是 他是be 擺在後面 那我們通常看到 這當然是名詞 動作性的名詞 或是cheta.com 看有沒有cheta.com 這個 這個leaf cutter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職業式 就是能夠 leaf cutter 就是能夠切 切leaf的東西 這還是職業 不是 一組式的業格 是嗎 可以啦 然後 就大家可以去 去做這樣的一個考察 就是說 當他擺在後面的時候 他一組式的這個解釋多 還是職業式的解釋多 這個可以做一個考察 或是統計 其他卡好像比較少 切打 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做一些探討的一個方法 現在在教大家一個方法 其實是兩種解釋 如果純粹從語言的角度 這一種複合詞 多數被理解為什麼樣的情況 可以啦 用什麼樣的理解方式來理解 但是我們還要再考慮一個 就是佛教裡面 哪一種理解會比較 會比較稍微好一點 就是金剛披育煩惱這一件事情 我還沒看過 那披育智慧是有的 在阿比達摩大比菩薩論裡面 有點忘記在哪裡 金剛預定 也就是金剛它披育是比較正面的東西 因為它能夠破 因為金剛是破煩惱的一個象徵 是嗎 所以金剛它所披育的一個對象 通常是比較正面的 就是在佛點裡面比較常見 但是從複合詞的一個習慣 它以一組是詞夜格的一個理解 就是這種複合詞理解是最普遍的 但是在佛教裡面金剛 它要披育這種負面的東西比較少見 通常是比較披育正面的這一些法 所以你們在探討的時候不一定要下結論 反正就是各有優缺點 這個是一種結論的一個邪法 但是如果我們從佛教的修行角度 可能會這個羅史的這個異法 或是職業式的一個理解 會比較是在佛教界比較大多數人 能夠接受的一種方式 或者說比較多數人會做這樣的理解 尤其是金剛它是披育比較正面的一個東西 金剛是能斷煩惱的 它是披育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這一段有沒有問題 聽言法是OK嗎 沒有 好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怎麼理解 這個可能要學長來解 學長老師這一句 這個晶體要怎麼理解 我們先用職業式的理解 那它應該怎麼 怎麼翻譯 知道嗎 有點挑戰 名為 因為那個當年是名 對 名為 職業式 職業 Caption 專屬 연습 職業式 中學 專屬 職業式 職業式 名為金剛能斷的嗎 這三百 應該是三百獸 波羅波羅蜜多 在範本他很少會出現緊的一個 只在標題裡 他就是指到這邊 所以這一個V2 就是這樣 名為金剛能斷的三百獸 波羅波羅蜜多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接下來要補充 沒有 沒電 有沒有要補充 沒有 那阿賴爺跟如來賬那個語詞 是長什麼樣子 阿賴爺 是長什麼 Ga-tha-Ga-tha-Ga-ba 沒問題我們下課再查一下 所以這一個就是另外一個 它帶有這個季寵樹木的經題 所以Nama前面就是名為什麼什麼的那個內容 可以啦 所以在三摩地的時候通常都會名字然後Nama 三摩地 可以啦 就是名為什麼的三摩地 之前有見過的嗎 波洲三摩地 三摩地 待會我們再舉佛經裡面的例子 就是三摩地 比如說這一個 比如說我們空三摩地 就是Sunyada 有時候會Sunyada Nama Sunyada Nama Sunyada Nama 就是名為空性的三摩地 他的這個持續會這樣翻 好再來 歸淨語 歸淨語 這幾個 都是什麼格位 這幾個 都是同樣的格位 對的嗎 從而 還有沒有別的可能 語格 他應該語格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禮靜的一個對象 對不對 把這一個 禮靜的 向著 這個語格不是位格 他就是一個目標的意思 就是這個禮靜的一個目標 對象 對象 那這一個 這個 什麼格位 他是 他是什麼語積的 知道嗎 語積是 就是最後那個音 他的 實幹 比如說 阿難達 阿難陀 他是 阿 結尾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無奈耶 這三個 OK 這應該是 伊 以及 シャキャムーニ 是嗎 他就是 釋迦摩尼的意思 是嗎 有困難 沒關係 但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什麼 應該 想得到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你沒有想到 釋迦摩尼 不會 沒關係 多學幾次 你就會想到 他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他是陽性還陰性 還是中性 陽性 那 シャキャムーニ 那 也 是什麼 什麼 格位 deitative 對不對 你看這個小 紅書 比較快 シャキャムーニ ムーニ 剛好有 阿也 沒有 那也 有沒有 阿也 摩尼 阿也 就是 dainty 的格位 找得到嗎 所以 我們可能必須要先了解 他是什麼 語跡的 你才知道去找哪一個 表格 這又是另外一個困難 懂意思啦 所以一般如果我們知道他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我們就可以來查 意 釋迦摩尼 所以 李靜 就是 不是佛 就是釋迦佛 要不然就是一切智者 都懂意思 就這些人 有時候在家文書施令 就這些 所以你應該可以猜得到 你都看幾次 就這些人而已 所以他是這個 第一題 語格 這個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然後 シャキャムーニ 拉耶 這個就是 語格 可以嗎 跟得上嗎 跟不上 反正就是 他到底是什麼格位 我們要去查到他 因為在句子裡面 他長這樣子 句子裡面他長的 對 你把問題提出來 怎麼來的 釋迦摩尼 釋迦摩尼 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因為我知道他是 釋迦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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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看到阿 阿耶就是 一語集的 一個結尾 一個形式 阿耶這一個 對 所以你可能要 你可能是 會認為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哪阿 哪阿 你以為這一個是 觸格 Locative 那不是 就是 因為可能 我們要記一些字 因為語尾 有時候會多很多 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必須要說 喔 シャキャム 應該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我們看到這個 シャキャムーニ 那我們就要 知道 在規境裡面 應該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懂意思嗎 要猜 要帶一點猜 那如果去 如果我們猜 シャキャムーニ 也看到 シャキャムーニ 就是 那阿耶有沒有 這兩個 魚尾 是長的一樣 阿耶 阿耶 有沒有 那我們就 找到 這一題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 我們猜 他應該是 シャキャムーニ 跑來 那個 伊 這一個 語跡的 表格來看 剛好 也找到了 那就是 他了 這都要帶一點猜 要不然就是 你要去 記 語言 都是要記的 可以 慢慢來 有問題 隨時發問 你不問 我們就不知道 你有問題 好 我們先下課休息 下課休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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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